《音樂圈》 不知為何人很奇怪 香港人或一般人都很奇怪 你有名氣或知名度 或者在娛樂圈裡 他們會覺得對你的態度不同 然後原來這個圈子 我不是喜歡這種生活 我不是要被人吹捧 我不是要這些 Rebecca、張軒鳴 曾經都享受過這種 萬人促擁的璀璨 一份希望得到別人接納的渴望 源自她童年時的破碎家庭 我爸爸是新加坡人 我爸爸沒有老實跟我媽媽說 她在新加坡本來有個家庭 到我出生後 我爸爸又不可以經常來 我媽媽更多個悲傷 心理不平衡 她甚至想和我爸爸離婚 我記得最後一次 我看到我爸爸的時候 我爸爸很高大 我跟爸爸說 我就拉著她的護褲 我就說 爸爸、爸爸 你快點回來 你一定要快點回來 但那個就是我最後印象 她以後沒有再出現過 我媽媽她不開心就喝酒 喝完酒會打我 不勤調打我 用那些浪衫的叉來叉我 因為家裡有騎樓 我會看著對面 別人回家看電視 一起吃飯 一起回家看我看 我記得我自己怎樣 安慰自己 滿足自己 沒有人跟我玩 我自己半夜 就會起心 自己跟自己演戲 自己對著公仔說 而自己會待日做爸爸媽媽的角色 因為我很需要那種愛 而沒有人能給我 那我就會自己安慰自己 對著公仔 我就會乖 我會叫我自己的名字 我名字叫冰冰 冰冰 爸爸好喜歡你 爸爸好愛你 爸爸好愛你 你不用擔心 我會不會 我用這件事去 真的會安慰自己 父母的愛舌關懷遙不可及 在校園生活又同樣遭受孤立 令到小小年紀的Rebecca 已經想到自殺輕生 我是一個過度活躍症的症狀 沒有很多能力 但我又喜歡跟人聊天 又很想有人注意 我小學從一年到六年 我都是自己一個人坐的 就是坐在最賣場邊 第一個位 後面就沒有人 旁邊的位置也沒有人 因為他們怕我會說話 還有老師跟他們說 我永遠叫他們 不要跟我說話 不要跟我說話 因為我是問題兒童 小學是沒有朋友 一個朋友都沒有 很孤狂 亦都是真的覺得 為何我要在這個世界上 我記得我小學 三四年級已經想自殺 已經是 都沒有人要我 為何要殺我出來 我會這樣想 為何 為何 我有甚麼問題 在Rebecca十六歲的時候 媽媽的半生寄望 竟然令她 由孤單痛苦的童年 走入另一片與別不同的天空 我媽媽很厭 她很多 很多她自己理想 她自己不滿意 她很想放在我心靈裡 她很想我嫁個有錢人 她很想我嫁名滿妄族 她很想她努力把我變為熟女 所以她會讓我去學無得二 她想我去 有機會攀進去常流社會 到我身邊學做無得二 入到這個世界 花花世界 我好像很吸引我 我看著 因為我自己之前 我小學中學都沒有朋友 人們覺得你漂亮 或者有甚麼 他們都會跟你一起 在我那個年代 很少到我這麼高 我一出去就很快 接到最最最最最最最的表演 有些人 你是模特兒 他會覺得 你會好像很羨慕你 很仰慕你 很多不少 有這種虛榮的心態 一定有 等於半個娛樂圈 又可以拍戲 那時也有發過一些明星夢 因為覺得 因為小時候沒有被人認同 到大了可以做明星 都不錯 又可以認識明星 又可以認識明人 那些公子哥兒會追逐一下你 就是被人約一下 出街吃飯 那你都好像挺開心 但我媽媽這邊 不讓我去夜街 那我經常要偷走 偷走 我媽媽睡覺的時候 偷走出去覓 不過 無特兒的快樂日子 很快由於舉家移民加拿大 而告終 就在Rebecca 收到通過大學畢業的第二天 壞消息就突然出現 我媽媽是乾癌末期 我媽媽說 我媽媽那時很惡言 我很清楚記得我媽媽的神情 她說 她說 不可能 然後說說說 我很記得我媽媽的表情 她突然說 她說 你跟我找個牧師來 我們說 牧師甚麼事 我媽媽不是基督徒 然後她說 家裡的觀音 你找人拿走她 請走了她 我們很惡言 然後我媽媽就說 原來她在我小時候 我媽媽身體很差 她吐血 我媽媽曾經跪下祈禱 跟耶穌說 她說 我這個女兒已經沒有了爸爸 又這麼小 如果到我都死了 她一定會送去補糧局 希望你讓我養大到她大學畢業 當我媽媽想起 知道我大學畢業 再想起 她想起這個禱告 她知道原來這個神是很真實 母親最後不滴眼摩離世 Rebecca回流香港踏足保險業 不過 一股在電台開咪的熱誠 竟然促使她投身選美 某個電台很資深的人 她就說 你都沒有名氣 我怎樣給你 就算你說話說得多好 我都擺不到你一個節目 你還是找些東西去想 你出名 我就去算一下 那一年 剛巧他們玩一個gimmicks 就是蒙面 所以可能認識我的人就會知道 但不認識我 就不會知道我選過亞姐 我在那一年 其實是亞姐這個位置最高 其實有些人都說 我可能會得到 好了 還有一個位置 誰 大家覺得呢 13號 後來選不到 然後又做保險 其實當時也挺辛苦 因為你開始做了你身邊的朋友 看到他們每個人都說 Rebecca你不用做得那麼辛苦 不如你找個男朋友 take care你 他們在我們那時的思想 就會覺得找個男朋友 take care你 甚至找一個人去包你 甚至做別人的阿姨 他們會覺得很正常 她最近還要覺得厲害的女人 一個厲害的女人 就是可能找到一個男人 可以拿得住她的心 又給你錢 最好 當時我也有很多人追 也有很多有錢的single追我 你知道那些人 他們想找一個人去 怎樣去哄她 我不懂的 我沒有 身邊充斥著似是而非的扭曲觀念 Rebecca雖然難以接受 但是為了融入朋友圈子 她所堅持的底線 也逐漸鬆懈 食軟性毒品 我會覺得 整班都是這樣 無所謂的 我會發覺 蝦醋是給我減壓的 我直接蝦到 我試過有一段時間 我差不多每天蝦 我上班不會有人知道我蝦 我好像吃煙一樣 我在裡面令到我減壓 個人很容易開心 放鬆 是用那種方法去麻醉自己 他們真的可以很瘋 很瘋 但我是去不到那個位置 我只不過覺得 我是因為要迎合 沒有人跟我玩 我小時候因為那個 fear 很害怕 alone 很害怕被人 left out 沒有人跟我玩 我要跟人玩 我就要用那個方法 當時已經有感覺 我是一個局外人 為何我的命會這麼苦 當時我會這樣看 為何我會覺得認命 會不會我的命 所以是這樣 所以我就這樣 心靈上 想追求一些答案 所以就很迷信 又擺風水陣 可能覺得自己做生意好 因為擺了什麼風水陣 帶了什麼水晶 會令自己走運 什麼東西我也有尋找過 看看是不是真理 越穩就越沒有心理 那種平安 我越來越迷失 人生找不到自己 做人失去方向 Rebecca只有向命運低頭 一時的貪念 更令她陷入無法自拔的債務困境 我有個客人 他就說不用付錢 給我一個margin倉 就叫我投資 我從來未投資過 全均覆沒 然後賣單說 我輸了幾十萬 然後我問 那怎麼辦 我哪有幾十萬 然後就去借財務公司 然後再賣卡 越滾越 技術越來越大 所以那時候很辛苦 突然想 為何我不想想信耶穌 為何不認識耶穌 找到那麼多宗教 什麼宗教我都試過 我去祈禱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上帝 我希望你聽我的討告 幫我做到一個生意 讓我還這些債 你讓我知道你 讓我認識你 突然之間 我真的感覺到聖靈的感動 我流眼淚 我便知道 原來這個神是這麼真實的 我不知道怎樣去說 但我便知道 有個愛 有個暖流入了我心 還有我會覺得突然之間 原來找了那麼久 原來這個真理就是那麼簡單 信仰的喜樂 令Rebecca重拾人生目標 努力工作之下 債務壓力也逐漸解除 不過 遠勝讀品對她的纏繞 卻揮之不去 做得順主的時候 我還有嗨吵的習慣 我還想迎合她們 或者自己也想 我記得有一次我看 《末日迷蹤》 《Love Behind》那本書 原來基督徒在等耶穌再回來 但在耶穌再回來之前 那些聖徒 信主 愛主的基督徒 會被提 想到天空和耶穌相聚 哇 很棒 很震撼 這個訊息很重要 因為是我們的盼望 我在想 突然之間 我十年都不去嗨一次 當時我一年之一 但我嗨一次 就是那一次出的 我在想 我一嗨 然後耶穌要來 被提 我嗨的時候 我會被提 然後我自己用了這個很患的精神 我說不行 我不可以留在背後 不行 我就這樣砰 一聲我戒了 到現在五年 我都沒有再吃過 惠貝卡的認識 就是 永遠拿著包煙 24小時 煙不離手 不斷煙薄煙 接下來 變成了 他信得煮 他信煮 他真是 他很虔誠 虔誠得很重要 煮改變了他 我想是 戒了他 可以這些軟性毒品 不吃 還有吃煙 這幾樣東西 是比較 親眼可以感覺到 真是一個轉變 在保險業 曾經得過多次表揚 今天的Rebek卡 還學會開放和包容 更享受自己在工作以外的 特別使命 Rebek卡好像 有一個 有一個袋在這裡 以前她的袋 是很小的 她現在的袋大了 大了是怎樣呢 就是當有些人 跟她說一些 是不好聽的時候 或者她不喜歡的時候 她起碼懂得 將它丟到袋裡 她的袋越來越大 裝得越來越多一些 不好聽一點的說話 她都聽到 她懂得怎樣去 控制她的情緒 她享受到自己 每一分每一刻 如果我沒有以前 我小的過去 我不會這麼珍惜親情 不會這麼珍惜友情 不會這麼懂得去 明白別人的心 所以當我呢 我這個工作 其實等於 也做了一個輔導者 所以有什麼心事 會跟我說 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這個工作 讓我做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甚至可以開解他們 甚至可以帶他們去認識神 曾經做令她驚慕的 是成為大眾傳媒的焦點 今天 和自己良朋友 唱談共聚 就已經是Rebecca 感到最滿足的時候 我以前失去的東西 神經濃逐補回 譬如我以前是沒有朋友 一些朋友都沒有 到現在 別人現在認識我的 Rebecca 只有每個人說 Rebecca認識很多人 很多朋友 很多很多 我覺得神力加倍給我 我之前自不太 很主動 打給你 問你最近怎樣 我覺得她變了這麼多 以前只不過出來玩 大家見到Hi 說Hi and bye 但現在 她會 不是你有沒有事 她都會找你 打電話給你 你怎樣 有什麼事 大家一定會祈禱 互相守望 那種 原來我一直想要那種 就是這種這麼簡單的生活 我以為以前的我 就需要去抱 需要去這樣才得到朋友的支持 原來我是可以 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就已經是得到我最需要的東西 一個溫暖的家 始終是Rebecca 心底追求的根 無懼千里迢迢的遠路 她隻身去到爸爸的家鄉 與素未謀面的親人相認 我媽媽臨死之前 她就交下了一疊信 就是我爸爸 我自己親生爸爸 那時寫信給她 她信 有新加坡的地址 我媽媽就說 其實你那邊 還有兩個哥哥 兩個姐姐 我就拿著一疊信 千里沉深 是完全沒見過 二十多年沒見過 我就走了去 那時叮噹叮噹 我記得我大家姐 去流眼淚 我都流眼淚 我很開心 見到他們 好像越來越殘片 很多事情發生在我生命上 但是我很感謝神 比如說我找到我這兩個哥哥姐姐 而他們的家庭 一看到我 是沒有條件地 是很接納我 原來他們都是基督徒 他們甚至說了一件事給我聽 原來我爸爸臨死之前 都相信耶穌 原來我們那邊的父母 都是信主 原來我將來回天家 我會見到他們 我想起我很安慰 親人、朋友 成為Rebekah 失而復得的古貴之慘 對過去的童年傷痛 和迷失青春 她心心知道 並非偶然 現在讓我再選 原來神是讓我做Rebekah 就是最好的 你讓我再選 今天如果有人說 你最想做哪一個 我也是想做Rebekah 但是做這個Rebekah 就要有過去的東西 我都願意 因為如果我沒有過去的東西 不會有今天的愛 一幕一幕 我以前的東西 我不會再認命 而且我會覺得 我自己 我開始很有感恩的心 我未信主的時候 我只看到一杯水 為什麼我只有半杯水 為什麼人家的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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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我水多之後 我就覺得 哎呀很開心 我的水還有 原來我的水 原來我的水 還可以去幫人 原來那些水 神會自然 所以他會加給我 我生命的活水 看完今集《星火重現》 有沒有為你帶來鼓勵和啟發呢 聖經說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 返得永生 耶稣很愛今集的主角 我願意同他同行 同樣今天耶稣都很愛你 很想參與你的人生 讓你走上一條精彩又豐盛的恩典之路 現在請你跟我和耶稣聊幾句 親愛主耶稣 耶稣 我承認我的人生 我承認我的人生 真是很多困難 我自己幫不到自己 我都知道 沒有人能夠幫到我 但是我相信 你能夠幫助我 我現在打開我的心門 我邀請耶稣 你進入我心裡 求你做我生命的主人 做我的救主 帶領我行一條光明的路 行一條有盼望 又有你的愛的路 多謝你愛我 主耶稣 讓星火長延 讓生命改變 多謝你一直欣賞和支持星火飛騰 我們會繼續努力拍攝更多感動人心的例子故事 無時無刻撐住你 歡迎你立即打來CBN關懷熱線 號碼是3188-3803 你也可以透過以下方法和我們聯絡 請你登入我們的網頁 加入全新的CBN拍著撐計劃 用金錢支持CBN 只要每個月五十元 你就可以和我們齊齊發掘最地道 最感動的生命故事 實行一人一故事 拍著撐香港 我們還會送給你 星火飛騰第十五輯的DVD 撐住你 或者送給你想撐的人 和CBN拍著撐香港 請你為我們每一集討告 為每一位觀眾祈禱 在你的Facebook和WhatsApp 和親友分享 齊齊一人一故事 拍著撐香港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神竟在太美好 齊觸破冷房的世代 歸收見精神自愛 在太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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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